好,那我们首先点选MiniConda的连结 那会开启MiniConda的文件页面 那我们在这里 因为我现在示范的电脑是苹果电脑 那我的没有这个苹果M1晶片 所以我会选择这个Mac OS Intel x86 64未远的package 好,那我就会点下载 好,那下载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来再点选Visual Studio Code的连结 好,那这边我也是苹果电脑 苹果电脑 所以我就在这个下载的地方 我就按一下 好,那它会带我来到下载页面 那其实它会自动展开这个下载 好,所以同学我们这边检查一下 我有了Visual Studio Code 然后有了MiniConda 那就下载完毕了